大家好,我們是第四組 我們的題目是張濱沿海新舊產業的衝擊 其實想跟各位稍微講一下 我們會有定出這個題目的脈絡 其實是因為我們剛在統整的時候 每個人寫了一些我們這三個禮拜上課 覺得對主題有興趣的內容 然後寫出來,我們都解釋完一輪貼上去之後 然後呢,大致上就發現了 我們大概分成左派和右派 就是一派就是非常的支持這個社會問題 地方問題的這個部分 另一派可能是想要透過這個政府產業 或者是金融的方式去解決這些產業 或者是這個轉型的問題 所以在收斂的過程中 我們就突然發現 那可不可以把這兩件事情合起來 一起去解決 所以就想出了這個問題 然後比較實際的這個問題 然後 然後 那我看一下 那 所以 這樣看起來我們就是有發現 我們這幾堂課提到的所謂的公正轉型的問題 還有我們現在面對 還有我們現在面對 衝擊也好 或者是衝突的地方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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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問題上 我們 我們就討論在掌冰沿海地區 那可能有一些近海養殖的漁業 或者是養科的這個漁民 那 那在掌冰的地區其實現在也會有一些相關的再上原產業 封擊的產業 甚至未來可能會有一些去開發藍碳的探權項目 要養海藻 海帶 那 那這些東西 呃 正在這個公正轉型的角度呢 可能會覺得 呃 正 正在近零轉型的角度會覺得 欸 那我們是不是 可以從漁業 然後變成一個有在上原產業 或者是 顧碳的這個產業 有符合近零永續的轉型 但是在公正轉型的問題上 我們是不是有更多東西需要去討論 呃 例如說 呃 例如說就是 呃 這些漁民 他是不是真的想要轉型去 變成光電 封電的工作人員 或者是 養藻類的工作人員 這個其實也不知道 所以 我們列出了一些問題 還有解放 還有行動 要去做這個討論 那其實我前面想先破題一件事情就是 呃 其實在公正轉型 和永續轉型的這個問題上 很大一個要點是 其實在很多時候 價值並不等於價格 對不對 這個是我們 前面破題想要先跟各位講的 那接下來 後面會再去 就這個問題的部分 剛剛有提到 在沿海地區 就是 新舊產業的衝擊 那 其實對於漁民來說 他們的 呃 捕魚的工具 可能會從傳統的這個流刺網 去改變成比較新式的 永續的漁業的捕魚的方式 或者是他 呃 捕魚的習慣 他可能以前傳開出去 然後他就開始補了 他根本不用想那麼多 那現在可能要考量很多 例如說他不會影響到這個 欸 受到風機的 這個 海域的影響 他可能進去要通報 作業等等相關的 他必須改變他的習慣 那另外一個部分 是我們在這個收斂的過程中有發現 要去盤點出相關的利害關係 並且去做出辨識 那在這個辨識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發現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漁慧 因為漁慧他算是一個 呃 藉在地方 就是漁民 還有這個 政府或者是 財團中間一個很好的 地方投人溝通的角色 那講台灣話就是坎達王 那其實 他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是說 呃 對於政府也好 或者是對於這個 企業來說也好 他們都會希望可以有一個單一的窗口 去對地方的居民做警示 還有溝通 所以這樣的角色變得非常重要 所以會需要 這樣的角色會不會 可能要去做轉型 那接下來 關於這些轉型的解方 還有行動 我們就交給後面的同學 OK 好 謝謝第一位我們的主員 接下來我們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提出來的解方 這些解方呢 上次就是延續我們主員 剛剛前面提到的一些問題 控點 或者是一些相關的解方 我們做一個不可信任的方案 第一個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們把它分為兩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的話就是 新產業工作的部分 就是我們可以說勞房的部分 第二個部分的話可以說是政府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來說說第一部分 我們認為說 像你這個東電本質就是一個新產業 而這個新產業進來的時候 它本身就帶動了其他新的就業機會 所以它可能會給予當地的居民 更多的新的工作機會 可能是以前在上華沿海地區是沒有的 所以它可能是一個新的公共機會 可以去做一個選擇 而第二個的話 就是剛剛一直提到的 洋藻物碳 就是現在的藍碳跟藍藻 是未來 未來比如說碳權的部分 可能是一個很新盛的一個發展方向 所以這裡可能是可以 本身離岸風店的裝置設置 或者是漁民本身為了海域的了解 可以做進一步的規劃 接下來的話還有金屯觀察員 而金屯觀察員在目前的開發商 比如說陌續在整個 彰化東南雲海的風廠 它開發計畫裡面 就有聘請當地的移民來 擔任這個海域的金屯觀察員 而金屯觀察員本身的作為就是說 它必須要搭船出海 然後觀察這個海面上 在這個風廠周邊有沒有任何的 金屯出沒 然後並且辨識 之後把它標記起來 然後做一個紀錄 然後從它設定期化的資料 做一個彙整的動作 所以呢 因為當地漁民本身 它就具有航海的技術 同時對海域也是格外了解 然後另外它也是在周邊的居民 也可以獲得在地的就業機會 所以這也是一個解決的方案 然後另外的話就是海費清除 而眾所皆知 目前國家海委會一直在推的方案 就是積極的處理海費 然後但是很多的部分是 我們剛剛提到的牛翅王 那實際上牛翅王 本身它有一次性使用的那種特性 所以實際上漁民是最了解的 這種廢棄漁具 它對著海洋的困擾 所以它實際上也是一個 最適合做一個海洋永續漁具 跟海洋循環漁具的一個 作為一個行動者 所以我們認為這也是可能 未來的一個商業機會 再講到政府的部分 我們剛剛提到一個 很重要的Stateholder 在地方政府的話就是漁會 而漁會的話就是提到 像開發商在提出環民計畫的時候 都必須提出地方回饋金 所以漁會的組織透明化 也是我們認為可以經濟改善的部分 謝謝 接下來請下一位同學 來講一下我們的利害關係的行動 那有關於利害關係的行動的話 我們可以分成就是以下的部分 那首先的話包括說 一個個體的包括說 像是漁民啊 像是說這個 包括我們的社會大眾的部分 那我們在漁民部分呢 可能他們首先就是需要去面對 就是他的這個原本的養殖 養殖 還有他的可能是他的捕撈 可能會避免到一些改變 他可能會需要去學習這個 做不管是養這個紅樹林 然後還有這個藻類 還有這個去這個店長 那接下來就是社會大眾可以算 一些監督的功效 如果他對這個興趣的話 這些可能會是他 或是社會大眾的一些行動 去呼應到我們的這個解方 就是包括說我們去做一個 對於新產業的一個對話 就是其實說在新的產業 像是說像離岸風店 像是這個藍炭 藍炭 紅樹林 還有這個藻類都算是 那這個新產業起來之後 一定會衝擊到 或者是說宇舊的 不管是養殖 或者是補牢都好 都會有一些的 可能會被替代到他原本的這個生態序位 就是他自己工作 可是他可能就是把他想的是那一次的生態序位 這樣子 然後至於說團體的部分的話 比如說像是我想到漁會 還有業者 以及各個地方的社會團體 還有民間的團體 以及社會企業 以及這也是我們的第四台媒體的部分 那我說漁會的部分呢 包括說漁會可能 因為漁會是一個 地方漁會 就像地方農會 就是一個在地方中 具有一定的指引 或是領導人的角色 就是說 讓他說 這個地方的這個地方產業要怎樣去發展 大概就會成功 如果是以一級產業來講的話 那漁會可能也會去加入一些政府的輔助 像是做一些短期或是什麼 短期或是客人的輔導之類的 就可能是他們可以做的部分 他們可以行動的部分 那業者的部分 可能是可以做一些的 像是開放一些課程 那我也知道 在EQCAS上面做很多的課程 然後做一些 更多的教育 更多的溝通 然後一些社會企業 或是一些社會團體 可以做到監督 那怎麼做監督 就是如果他們對於比如說 像之前桃園 香港以前三年前 這個大潭找教的事件 就是對於這個環境有一些的認識 那他們就會去監督這個情侶 那政府受到施壓之後 這個被動的政府就會跳出來做釋放 那最後是這個媒體部分 媒體可以扮演這個第四台的角色 那媒體能夠影響這個選舉 那協助就可以政法肯定 那這又是政府的部分 那政府的部分包括說 這主要是我們的法規 那我們的法規的話就是 包括我們的回饋金 還有我們組織轉型的股部 然後回饋的業績 以上大家之後可以介紹 謝謝